1,我需要把這三個合併成一個手記號碼 那我之前講過嘛,第一個等於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就是加一個09對不對 然後串接什麼?串接這一個 所以你這邊打完之後你可以再加一個AND AND什麼?AND他 那另外的話呢AND什麼?AND一個減的符號 將來如果我們考試的時候其實就會給你題目 你就把這個要熟悉 AND之後的話呢就什麼? 這個要重複幾個0 所以我可以打一個REP 所以這邊的話你可以打一個REPT 一般習慣就直接打上去了REPT 然後重複什麼?重複幾個0 那要重複幾次? 重複幾個0 然後逗點之後的話用3去減 3減掉什麼?LEN 然後括弧,前括弧之後呢 就是算一下這裡面有幾個字 兩個字減完之後的話呢 那當然 就是一個字 所以一次又重複一個0 然後括弧記得加一下 有前括弧就會有後括弧 OK 那當然你可以不需要全部做完 你可以做完之後看一下 補一個0了 然後面的話呢 再串一個AND什麼?AND一個84 再打勾 084就有了 那後面墨碼呢 規則跟前面幾乎相同 所以呢 其實聰明的辦法就是把這一段 從F4後面的這一段層次複製之後 把它貼到後面去 然後呢 再把這個 H4改成 G4改H4 當然你可以直接改去 或者是我喜歡選他 再點一下H4 這樣也OK 那打勾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向下填滿 點兩下 向下填滿 那你的手機號碼就串接完成了 OK 當然第一個啦 你除了會之外 我想大家都會 可是你要熟練喔 因為很多同學 就你們學章節以前考試的時候 都會 但是非常不熟練 考試的時候 慢慢試試試半天 試不出來 只要插一個地方 做不出來 那就卡住了 所以記得啦 反正這個 只要把這個東西學會 我覺得沒別的訣竅 就熟悉他就可以了 而且他到熟練的階段 你不要說 會 弄半天想半天 那等於是不會啦 OK 請各位注意一下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你想說 老師這個公式裡面 那個函數 這個IPD 好像相對的有點麻煩 那有沒有更簡單的方法 接下來 教各位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我們可以用另外函數 叫Tester 所以接下來請你把綜合練習 這個工作表 再複製一個 那怎麼複製 特別之外 按住他不要放 往右邊拖拉 按Ctrl鍵 拖拉加Ctrl鍵就是複製一個 OK 那也就是說呢 我把這個綜合練習 記得下方 可能要看一下下方 後面可能 如果比較後面同學 可能要注意一下 不過我會把錄下來 將來 我會把他放在Portal裡面 你們可以再看一下影片 或者看這邊也可以 這邊 就是拖拉 綜合練習按住不要放 再加那個什麼 Ctrl鍵 讓他產生一個 新的工作表 等於是一模一樣 就複製一個 一樣的工作表 做什麼呢 請你把這邊的公式刪掉 刪掉做什麼呢 我不要用 如果我今天想要更簡單的方法的話 其實可以不需要用 REPD加LEN 你可以用另外一個公式 哪個公式呢 前面是一樣的 等於 09 前面一樣 09 然後AND 一樣 AND 11 你可以先打勾 然後後面的話 再串一個 減號 AND 再一個減號 OK 0911一個減號 後面的話 就是84的話 其實可以用另外一個方法 一個函數叫TES TES 怎麼做啦 其實如果你不熟 你可以先在 那個 追欄的這個地方練習 那這個TES特別需要 你可以把游標先放在追4的位置 如果我今天要把84變084的話 你可以在追4上方按下插入函數 那插入函數之後的話呢找到那個 就是 函數的類別裡面呢找到文字 文字裡面的話 特別需要這邊有一個叫TES TEST的 這個 這個這個函數 那這個函數呢底下他會有說明 就是說呢他的功能 主要就是可以 將指定的數值格數 轉換就是數字 他會幫我轉成文字 特別主要數字 也就是數字給他84的話 我希望把它變成084的話 08 084的話 那其實可以用這個TES的函數 OK 你想說老師84跟084不是一樣的東西嗎 特別是 如果你數字裡面不可能有0開頭的 只有文字才會0開頭 OK所以如果你假設啦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輸入輸入一些資料 比如說你打你的0911好了 類似像這樣 然後020 121好了 這樣Enter 你會發現 他會自動幫你把什麼 把那個0 奇怪你輸入0怎麼不見了 因為你輸入一串的阿拉伯數字 他會認為說 你那個0是多餘的 因為他把他當數字來看待 數字來看待 OK 因為數字裡面不可能有0開頭的吧 比如說我給你100塊 那你就寫成什麼 0100 不可能吧 就100就100了 然後什麼0100 OK 那怎麼辦 所以像這種問題 你可能就是如果你要輸入那個0 不會被去掉的話 你要先告訴他什麼 按右鍵 儲存個格式 除了格式裡面的預設一定是數字啦 你可以把它改成文字就好了 你跟他講 我這裡面就是要放文字喔 OK 如果我輸入一個0 你不要莫名其妙把我拿掉 OK 你先跟他講 我要文字喔 按確定 然後這個時候如果你在輸入一個0的話 按Enter 你會發現0就存在了 有沒有OK 所以其實這個也是個簡單的技巧 如果說你遇到那個你輸入 因為之前蠻多同學 輸入一些那個什麼電話號碼 0就不見了 問題在哪裡 因為他預設是數字啦 所以你只要把它改成文字的格式 0就不會不見 OK 那 這個 這一題的話也就84 如果要輸入084也是這樣 084 Enter他會怎麼樣 因為我已經改了 如果輸入在這裡 084 Enter 84 那另外還有一點就是說 那個文字一定是靠左對齊 數字是靠右對齊 可能要注意一下 你看可以看得出來吧 一個靠左一個靠右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把那個84改成0的話 其實我剛才講 1 插入那個文字類的函數裡面 找到TEST TEST 第2步的話呢 按下確定 但是他會有兩個問題要問你 哪兩個問題呢 第1個 VALUE VALUE就是說 你要給我一些資料吧 什麼資料 我就給你84 第2個問題的話 Format Format是格式 TEST就是格式化的文字 所以以後看到TEST就是文字的意思 那你要格式化成什麼樣的文字 這邊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你就給他文字 文字一定是雙以後 開頭雙以後結束 這個叫文字 裡面跟他講說呢 我要三個阿拉伯數字 三個數字 數字呢 格式 記得用0 0就是表示一個數字 兩個數字就兩個0 那我要三個數字就三個0 那你會發現呢 在 這一個 公式的後面 你會 多看到一個就是 我輸入的是84 經過這個Format test 格式化文字之後 他會變成 文字 所以 經過TEST這個函數 他主要就是 我給一個數字 經過我給他的格式之後 他自動幫我產生變成文字 他主要的目的在這裡 那這樣的話呢 如果按確定會怎麼樣 按確定 好 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 我剛剛 你把它改 改成文字 改回來 不然的話 又變公式出現 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呢 就變084 那同樣的 如果你今天 給的是什麼 給的是 H4的話 像我向右填滿 他就007了 那所以 其實如果用同樣的方式 那我當然 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規則 放到哪裡 放到前面這邊來 我就可以 AND 然後呢 加一個TEST 你幾個方法 你可以直接在這邊輸入 TEST 或者是如果你不熟這個方法 一樣 你可以按前面的插入 函數 他一樣會幫你把函數 插入到這邊來 所以一樣 你就把這邊找到TEST 他一樣會幫你把公司 把那個TEST放在 這個公司前面 然後呢 他會問你說 你的Value給我一下 我要給你的是84 請你幫我把這個84變成084 所以呢我只要告訴你說我要3碼 3碼的話就三個0 記得前後加雙引號 那未來如果你要4碼 就4個0 一直在推 OK 幾碼就幾個0 大概這樣子 OK 按確定 好那你會發現 084出來 而且公式比起剛剛REP更簡短 一個就好了 像剛剛要需要REPT 再加LEN 那LEN又要用3去減 太麻煩了 這個 一下子就解決了 所以這個 函數呢相對於剛剛的 那個REPT相對簡單 後面一樣 你就不用再做一遍了 你就把 F4後面的這一串公式複製一下 貼到哪裡呢貼到後面 貼上 Ctrl V 然後呢這邊把它改H4 再打勾一下 這樣的話呢向下填滿 點亮一下 就大功告 所以這個是方法二 第二種函數 當然好 我做完的東西啊 雲端上其實也會放喔 所以如果你對於剛剛講的不熟啦 在我們那個雲端上面 有個雲端白板的第一單元 文字與資料函數 那你可以看到 答案就在藍色的地方 你可以把它點開來 其實 我這上面都會放 有點像是線上的講義 上面也都有 如果你一下 記不太起來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答案 第一個答案就是 REPT加上 LEN 那方法二的話就我剛剛做的 所以如果你 等一下 假設做的時候呢 發生一些問題 你不知道哪裡錯 你也可以參考一下那個雲端上面的這個公式 稍微比對一下啦 因為這個公式 其實 只要是你細節部分都沒有問題 那應該做出來是也絕對沒問題 請各位 試著把那個 上個禮拜的REPT 轉換成就是TEST函數 這個部分試一下